西方媒體在報導美國和中國的經濟 這邊就是美國經濟 大家看到美國站在藍色 美國經濟顯示出 surprising vigor 非常突然的 vigor 動力 活力 厲害 美國經濟厲害 中國呢? 這邊是中國期 五星紅期 中國經濟 berry 僅僅增長 即是沒有什麼增長 嗯 即是說 2023年的上半年 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應該大於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 我們看看實際數字 美國年度比較 去年的第二季 大家只看第二季 我們來看 2023年 美國增長了1.1% 1.1% 中國當然更加 不是 中國是6.3% 基本上是6倍 如果6.6倍,6.3倍 基本上是6倍 如果6倍增長速度 中國的機制剛好增長呢? 這就是西方媒體欺負你們 沒有看實際數字 或者看了不記得 美國就美國 1.1倍 6.3倍 差點差點 幾乎不行 又人家預計多點 現在增長不夠 這就是西方媒體的 大家明白什麼意思 還有一個大問題 美國的經濟增長是什麼呢? 中國我們知道 上半年 進出口貿易上升 而進口上升是少於出口 換句話說 中國真真正正的經濟增長 是靠製造一些產品 賣去外國賺錢 有順差 美國剛好 國會通過 將政府債務的上限 拆了 可以讓政府借多點錢 可以借多點錢 消費 這個消費 是靠借回來的消費 所以 1.1倍增加了 借回來的消費 實際哪個經濟好些呢? 大家不要想太遠了 只想家庭就行了 我家庭 今年薪水增加了6.3 另一邊薪水增加了1.1 我薪水增加了少於你 不要緊 我可以加緊 這是第一 第二 我這個1.1 不是因為我在 Credit Card 中花多了錢 所以有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這就是我實牙實止 做了一些事 賣出去收到錢回來的 這個很大分別 老友